今天是我们用蚯蚓粪进行的无土栽培的番茄 进行第一次的带肥料开始浇水的 因为番茄现在栽种下来以后 已经今天是第六天了 开始带肥浇水 因为我们这边全部采用的水费系统 全部是在这个棚里面 通过这个棚里面的适配机 可以把我们整个园区的任何一大棚垫 都是通过这个机器来进行控制的 比较省人工 关于用蚯蚓粪做的无土栽培这一块 每次浇水的时候肥料用多少呢 这个也是很多粉丝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用多少肥呢 这个量呢我们不要去看实肥量 而是看什么呢 而是看我们每次浇水以后 带量肥料浇水以后 我们这个水溶液里面的一吸含量 什么是一吸呢 就是一个导电率 也叫电导率 就是你这个肥料溶解到水里面 以后呢它会导电 固体会导电 通过这个导电这个率来判定 你这个肥料的弄度 像现在这个数据前期吧 房间数据前期 一般情况下 建议我们这个一吸啊 控制在二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去在检测口 可以检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预留的 检测肥料浓出的一个出水口 如果每一次对于这个施肥不放心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接一些水溶液来测试 接了一点刚才那个水溶液 这个呢是一吸的测量笔啊 就是测量这个肥料浓度的啊 通过一吸值呢 来表示这个肥料浓度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一吸看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测量笔呢 就是插入到我们这个 肥料这个水溶液里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浓度啊 在多少呢 看一下 2.05 2.05 2.05 2.02 尽可能多待一会儿了 因为它这个浓度呢 它变化这一块 它又随时在变化 待一会儿以后 我们基本上取一个平均值 现在2 看到没 这次我们浇水这个肥料浓度呢 基本上就是2 2左右 因为我们番茄啊 这个刚摘完苗以后呢 肥料浓度不易过大 过大以后对根系损伤很厉害的 所以说呢 一般建议就是肥料浓度控制在2 最高的时候不要超过2.5 这样的一个施肥浓度 有些朋友往往问啊 你这个肥料啊 你配的充施肥 对多少水浇多少水呢 你不要去算这个 你配多少水浇多少水 而是算你每次浇水 又加上肥液后 这个一期的含量是多少啊 那就是控制在2.5啊 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是比较科学的啊